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 其实就有了和现在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发明 有一些只是被历史简简单单的记过 通过他们发明的一些东西就能看出 那个时候的人们智慧就很多了 依我看 现代人的许多发明 都是来源于古代人制作的这些灵感 然后加以改造升华 今天我们既然了解一下 古人的一些奇迹引巧发 第一件宝贝 木甲一领 这件发明 真的可以赞叹他们了 就是现在的机器人 我觉得比现在的机器人更厉害 它没有一根电线 机关全是木头的 这件东西曾被列子详细地记录过 其实这个机器人的发明者是演师 有一天周木王发现了这个 还以为是真人化的装扮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当时这个机器人还对他旁边的女人抛起了灭 演师说这是家人 周木王不信 演师为了证明他是个家人 就当场把他信了 周木王看到全是木头的零部件 对他赞不绝口 不过 这件东西制造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 要是现在还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人们会更喜欢他的 第二个是双翼飞车 它和今天的飞机有一曲同工之处 外形也差不多 都有两个翅膀 不过它的飞行靠的是一个机轮 全靠它来控制方向 起降等 如果它一直存在到现在的话 一定是游乐场必备的一个项目吧 想完的人也一定不在少数 第三象牙席现在也经常听老辈们说起 不过评价过这个东西的人 最后都会加上这么一句话 这个东西失传的也不让人可惜 要不得伤害多少头大下 它的工序 用料 真的是非常昂贵 还好 碰到了比较节俭的雍正地 禁止生产象牙席 这个东西的消失 也减少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的发生 我觉得是好的第四 墨刀 唐朝时期这一个兵器 在当时是作战的宝卫 后来因为制作的原因 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国家有命令 不让陪葬 所以如今我们知道的是少之又少 第五 牛皮粥 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传到我们这一带算是可惜 它比现在的船安全多了 不过按现实用途来说 还是显得远远不如 它的质的非常柔软 遇到礁石不会有损坏漏水的危险 非常适合旅游的划船赏景之人 古代人的智慧也是很强大的 甚至现代人都为它所震撼 再没有科技的年代人们 能发明出这样的东西真真实厉害了 很多专家说 要求颜色越深的人 越聪明 那不就是在说中国人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